无论有再多山珍海味 偶然来一顿方便面都是必要的 今天来复刻夏天大厨的湿炒方便面 小宁试了一次,味道超级赞 洋葱番茄都切成小丁 方便面沸水煮两分钟 捞出后摊开 下面准备一个鸡蛋把它打散 一半的蛋液淋在方便面上把它搅拌均匀 锅中少放一点油 把方便面炒散炒干,然后盛出来 重新淋油 加入洋葱碎炒出香味 炒到这种微微发焦的程度呢 加入西红柿丁 加上方便面的干料 油包 给它继续炒均匀 在空白的地方把鸡蛋炒好 另一个空白的地方来煎虾仁 最后把材料混合到一起 再加上方便面 再加上方便面的干调料 加上小葱 辣椒丁 给它翻炒均匀就可以了 几分钟就能做好 秒杀一切烧烤摊 果然大厨分享的会更好吃 你学会了吗 快试试吧 我是小宁 明天见